大家千萬不要以為爭奪國際積分和排名是年輕球手的專利 其實香港的國際先進網球公開賽 亦都提供很多機會給先進組的運動員參賽 而且這個賽事亦都獲得國際網球聯會ITF的認可 除了吸引本地的選手之外 亦都有22位外國球手來比賽 馬上了解一下這個比賽的詳情 在香港國際性的先進組體育賽事買少見少 不過在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舉行的國際先進網球公開賽 就是本地唯一被先進組運動員 贏取國際積分和排名的一站式成人劫餘賽事 究竟為何主辦單位之一的香港元老網球總會 當初會決定將這個賽事引入到香港呢 除了我們本地人自己切磋打網球之外 其實國際上都是很興旺的這個比賽 我們希望拿這個比賽引入香港 就是給香港人有一個機會可以參加國際比賽 亦都可以在國際上爭取國際排名的 搞了幾年之後呢 我們發覺香港都有好多好手可以入到世界的排名裏面 國際先進網球公開賽 第屬於ITF的第四組別 大會一直開辦45歲至65歲以上的男女子單雙打賽事 被年紀相約的選手切磋球技 賽事今年來到第四屆 大會決定擴大規模 加開70歲以上的男雙組別 現年83歲的馬健龍醫生 就是新組別的參賽者之一 還是今屆最年長的選手 他對網球的熱情真是令人佩服 其實我們這個年最重要是參與輸贏的一件事 好像昨天我們打的那場也挺辛苦 幸好我們會贏 對我們來說有少少意外 因為我讓對方已經成了十幾年 我給他們更多於15年 Dr.Ma在今屆的賽事火牌梁國輝Albert參賽 他們已經拍檔了七年的時間 還在公開賽前的元老會網球總監盃 贏得男子雙打冠軍 可想而知他們的默契有多好 不過默契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養出來 他們都經歷過一些磨合期 因為我和Francise Ma 大家都同一個會 一路打下去 Francise Ma我喜歡打Base Line 我喜歡打網球 變成一拍而成 一路下去的話 我們都合作了 差不多去公開比賽 都打了六年 初初我們合作未成熟的時候 變成很多時候大家爭球打 先進網球公開賽作為國際賽事 總獎金高達2萬0400美元 自然吸引世界各地選手來港參賽 包括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家 現在女子組入面最年長的Mrs.Samuelson 亦由法國遠赴來到香港 其實她40歲時亦因為受傷 而一度放棄網球 直到近兩年才重拾球拍 但仍然踴躍參加國際賽事 國際級的先進組賽事 在香港是比較罕見 希望一班本地選手 可以好好把握機會 努力爭取國際排名